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突然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到底每個月 花多少錢在訂閱制上面 我今天也想要來問一些這些創作者 看他們一個月到底花多少錢 在你的訂閱制上 看完以後 順便自己算一下 你一個月花了這些錢 真的要花嗎? 還是不用花? 參考一下 胡子華問你一個問題 問快 嘿 麥斯哥 你一個月花在訂閱制的消費有多少 訂閱制嗎? 像什麼Netflix都賺 Netflix Netflix Disney Plus Disney Plus 一些YouTube的頻道 YouTube Premium Premium有 有 老高志祺 老高志祺的付費的會員也都有 太多了 我記不清楚 那遊戲訂閱呢? Adobe有吧 Adobe有 OK 遊戲也沒有 我會幫你統計多少錢的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恭喜胡子 過台灣訂閱 謝謝 每個月付了哪些的訂閱 那我們今天一樣來問問艾玲 跟科技旅人毛巾 我們來問問她 我們有iCloud iCloud 還有YouTube Premium YouTube Premium Netflix Spotify Spotify Adobe 全家 Adobe 那個很貴 我們還有Zoom 我們要用到烏龜版 因為雲端錄影 或者是說開會的人數跟時間限制 對 等於要解鎖的話 就是要付錢 還有支持YouTube頻道 會員的 應該還有 應該還有 還有 還有 Disney Plus 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也是 一TB 還有兩TB 兩TB 專業的兩TB 我們已經把他們榨乾了 已經達到我們的目的了 你們一個月在訂閱字上花了多少錢 大全套 台灣電到我都訂了 真的假的 Netflix Pride TV Apple TV Plus 還有什麼 DISD Plus Pride的影音有嗎 Pride的影音也訂了 你好強 我全都訂了 你忠實 那你音樂呢 音樂只有KKBOX 音樂是KKBOX 還有YouTube Premium YouTube Premium 你好 那個你有雲端硬碟有嗎 雲端硬碟 Google Drive 另外一家 Apple的 Apple的iCloud OneDrive OneDrive OK 對啊 那你Adobe應該也是訂閱字吧 Adobe訂閱字 Office訂閱字 Office也訂閱字 我也是Netflix 然後Disney Plus Disney Plus Google Drive一定 然後Apple Office 然後還有Adobe Adobe一定要 那你們有訂UFO嗎 UberE有 UberE 我沒有 有用 但沒有訂 Name is Disney Plus Disney Plus YouTube 擋廣告 擋廣告 他剛剛講這些我都有 你也都有 所以你們兩個都有 Google Drive 我是2T 2T 我也有 Google Drive 你也有2T 我1T而已 他有比較舒服 那我就要升職 還有Google企業版 那你們串流的部分 你們有是聽Apple Music還是Spotify Spotify 看Netflix多還是Disney Plus多 Netflix Netflix Disney Plus Disney Plus 你有業配對不對 我常常接啊 我這個一個月會接到一次 OK Disney Plus啊 絕對 上面有晉級的巨人 肯定 我覺得 我想要改我的答案 請說 我應該也是看Disney Plus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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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目前訂閱花了多少錢 每個月 我有訂閱Netflix 然後有一些職棒的 那種Twitch的那種頻道 哦 職棒Twitch頻道 對對對 主要就是這些而已 我們有另外太多東西 哦 OK OK 好哦 你們一個月 在訂閱字花多少錢 我有訂Netflix會訂嘛 好 然後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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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ney Plus我蹭別人了 但是我還有訂一個 好像是HBO還是什麼 Spotify有 Spotify有 然後那個Dropbox有 他是現場第一個 有訂閱Dropbox的 對 然後剩下的就是那個 微軟的那個 Microsoft的那個360 360 Office的 每個月也是訂閱 那你剪輯軟體 那是訂閱的嗎 剪輯軟體是買斷的 我用達芬奇 要學會剪輯很重要 我音樂啊 Spotify Apple Music有用 然後串流的話 Netflix Netflix 還有Disney Plus Disney Plus 然後Google我有買雲端 雲端 我買兩T的 兩T 訂閱 UberEats那算嗎 算 Ube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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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戶 現在是Uber UberOne的樣子 你們在那個訂閱制的部分 任何訂閱制都算 你們一個月花多少錢在上面 什麼Netflix Disney Plus YouTube Cremium 我買這些 我還有多一個HBO 你有訂HBO 然後你有 因為我看的冰與火之歌 只有在HBO看的 冰與火之歌 那你有訂閱iCloud嗎 也有 也有 我是Google One 所以你Google One就有Google Drive 對不對 那最後你們是YouTube Music Spotify還是Apple Music 我是KKBOX跟Spotify都有 KKBOX跟Spotify 然後YouTube Music 因為它是一個專案 我是選一個專案 它是包在一起的 它跟我們有共用 它跟我們有共用 Family就是這麼好 你們一個月花在訂閱任何服務 花了多少錢 好像三四千塊吧 差不多兩千嘛 兩千 兩千 所以你們是有訂Netflix 跟Disney Plus 有有有 但你來不會看的喔 Adobe Adobe 大汗凶 各位 你有發現那件事情 昨天晚上所有的人 這樣訂閱全部加一加 都是破千以上 你知道嗎 現在真的通膨 物價全部都上漲 在上漲情況下 有些訂閱 你真的是需要嗎 我為什麼要拍這集 就是要說出這個理由來 你自己有嗎 我自己有啊 你訂閱的應該都是 正常的東西 我怕你會亂講話 你們今天看完這集 你們自己回去算一算 你們訂閱花多少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因為這個是有點像是我們街坊的 兩集的初體驗 大家想要我們街坊什麼 在下面留言 我們就去 你沒事的 你不用擔心 就要自己的 我不會看待 你多溫宜 我不會看你們 你不會看你